香港韦斯青王医院早前为一名早产的婴儿 在输注强行药物期间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发现 原来没有开启输注管的核栓 导致婴儿死亡 院方在今天召开的记者会 就这起严重的医疗事故公开道歉 特别就这件事件 我们看到我们也都承认 在韦斯青王医院 在临床处理方面 我们是的确有缺失的地方 所以就着这件事件 我们希望先和家属 和爸爸妈妈 和公众自罪成狠的自协 事件中的这一名新兴婴儿 是在27周紧急的颇妇出身 家属对事件表达了非常不满 院方表示如果家属需要追究 那么院方一定会提供支援 也一定会承担起责任 院方会成立根源调查 委员会来调查这次的事件 在八个星期里头 会向医管局提交有关报告 韦斯青王医院的行政总监 钟建领就认为 可以在两个方面做出检视 一是要检视可否提升 遗弃的敏锐度 二是检视护理程序 能否有所改善 在现行的流程指引上 是没有白纸黑字要求护士 要检视输出仪器的三项罚 是否有正确运作 因此院方已经及时要求 医护人员要改正 要保证核栓的正常开启 希望可以堵住漏洞